生物几乎遍布地球上每一个地方 这些有不同生物棲息的地方称为生境 生境各有不同的物理和气候条件 现在就等我们认识一下一些常见的生境 温大草原的气温和降雨量适中 韬 羊 牛 鹿 和草猛都棲息在温大草原 沙漠降雨量小 天气干燥 日间炎热 但夜间寒冷 鲁铛 蜥翼 和仙人掌都棲息在沙漠 极地天气严寒 中年结冰 北极虹 海丝 和海炮都棲息在极地 海洋的含颜量高 鲨鱼 鲸鱼 海豚 和珊瑚都棲息在海洋 热打雨林 降雨量多 天气潮湿和炎热 猴子 猫头鹰 虫鼠 蝙蝠和蛇都棲息在热打雨林 池塘的含颜量低 蜻蜓 青蛙和鸭都棲息在池塘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草原或者极地 找到在沙漠棲息的生物呢? 那是因为沙漠 温大草原和极地物理和气候条件都不相同 有点嘗噜 假所作用 同样 didn´t 也应该不相同 是按通组了 사실过